佛顶尊圣陀罗尼之缘起及殊胜功德 佛顶尊圣陀罗尼西来之姻缘 根据《尊圣经》续文所记载 在唐代时候的祭宾国 也就是现在北印度的克什米尔 有一位佛陀玻利僧人 他怀着畏教殉道的精神 到处探寻灵异的圣基 由于听说中国五台山 有文殊大事的圣基 不惜千里迢迢 长途跋涉 越过尖危险恶的大雪山 及戈壁沙漠 经过千山万水 九死一生 才在一凤元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七十六年 抵达中原 不久他就到达了五台山 南边思阳岭的地方 也就是现在的尊圣室 放眼望去 但见林木参天 遍地明花一草 仰头五风在望 心中感到非常的欣慰 于是五体投地地向着空中朝拜说 如来灭渡以后 许多大圣菩萨都潜伏不见 只有文殊菩萨 有着无尽的大慈悲心 在这个深远的大山里边 接引普渡一切众生 教导激励诸菩萨 弟子波利 忏悔深逢八难 不得侵赌大势的圣荣 如今千里迢迢而来 受尽了流沙显难之痛苦 也饱尝了山头洞兵 深谷积雪的寒冬 特地前来瞻仰礼拜 恳起大事大慈大悲 使我暂时得见您的圣荣 听到您亲口的词事 波利说完 情不自禁地背上哭泣 泪如雨下 向山顶礼 礼婢抬头忽见一位 满头白发 穿着素服 一态肃然的老人 从山谷中走出来 以婆罗门语 对波利说 法师 您说 您清存之道 远方圣迹 不畏兴劳 可知 汉地众生 多造罪业 出家人 亦多犯戒律 唯有 佛顶尊圣 托罗尼经 能够消灭众生一切 极重的罪业 污垢 甚至能救济此土众生 您是否有把这部经带来啊 贫僧只是一心要来礼拜大事 并没有带这部经来啊 既然 未带经来 空着手来 有什么意诸呢 纵然见到了大事 又叫大事 怎么能知道您是怎么样的恭敬前程啊 您应该赶快回去印度 把我说的这部经带来 流传此地啊 这就等于是面间诸福 秦奉供养一样了 同时又能广大的利益 嫉妒此土 众多苦恼众生 也能拯救拔迹幽民众生 又能报答诸佛之恩啊 法师能这么做到 弟子一定只是师父您 文殊师里菩萨所在的地点啊 玻璃听闻着这番话 不胜欢喜永药 他抹干了悲伤的眼泪 就在老人足下顶礼 礼璃抬起头来时 老人忽然不见了踪影 他非常的惊讶 也悲喜交集 自此加倍的虔诚 毕生励志 将此四大甲合的身体 整个奉献给众生 就回到印度 求取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因此古人云 玻璃尊者李武台 却被文书画道言 东土若无尊圣咒 众生难以脱尘埃 春去秋来 花开花谢 转眼已过了七年 玻璃尊周游九万里 于永淳二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八十三年 重返长安 他就将以上实情 向当朝皇上 唐高宗禀报 高宗皇帝听了龙心欢喜 就前程 礼敬尊重 殷勤慰问地 招待了他一番 过后 皇上还请了高僧 帝婆赫罗 也就是日照三藏法师 并诏致 斯宾寺典克令 杜行仪等人 一同在朝廷 翻译这一部 不可自议 威神广大 崇高无上的 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好不容易 才把经义好 于是高僧大德们 把此经献给皇上 高宗仔细阅读 甚感此经咒 功德威力 不可思议 甚深稀有 是从来不曾见闻的 因此皇上 非常的珍惜敬重 每天先送数遍 然后才处理国事 过后高宗皇帝 就遇刺玻璃法师 上好的捐布 三十匹 可是却把一好的经典 留在朝廷里面 而不向外广为流通 玻璃知道这件事之后 即面见高宗皇帝 悲戚着禀奏说 贫僧不惜生命 不辞劳苦 长途拔涩 显渡雪山 远射流沙 久死一生 才把经典带来 只期望能普遍救济 云云的众生 救拔他们的苦难 史上中下根基的 有情众生 都能灭罪得度 贫僧并不贪求财宝 也并不贪图名利 但愿陛下能开启 一视同仁的悲信 自利利他 使这部无上的法典 能够广泛地流通 令一切六道众生 都能同占法义 贤民的高宗 怜民他高超的历生之志 于是就下诏 把此经传世天下 让全国的人民 都能蒙受利益 共众菩提圣音 永不伦夜报 同正菩提 高宗就留下 已溢出的版本 把原来的梵文本 归还给他 那时 玻璃真是悲喜交集 因为将这部经 传来此土的悲愿 也完成了 心想 千里迢迢而来 要不重溢此经 岂不是可惜 于是玻璃前往西明寺 寻找了 善解范语的 顺真和尚 然后禀报皇上 要重溢此经 皇上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玻璃和大德门 将经议好之后 他就带着梵文本 入于五台山 入山之后 就失踪了 然而 他所留下的尊圣经咒 从此 就在唐朝盛行起来 唐朝垂拱三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八十七年 以及永昌元年八月 也就是公元六百八十九年 至敬和尚 个别的亲见了 日照法师和顺真和尚 询问了佛陀玻璃逗留的时间 实际情况 就正如上面所说的一样 而且至敬 还从日照法师那里 资寿神咒 经十四日 句句尾寿犯音 取旧一本教对 所有漏托都修正过来 还柱上 此咒最后别番 后人传说 当玻璃进入五台山的金刚窟以后 就见到了 威吓庄严的 温书大师 还把他引入了圣境 根据 宋高僧传 卷二所记载 唐净土宗第四祖 法诏 与公元七七零年 也就是玻璃失踪 八十七年之后 入金刚窟 未求见 文殊菩萨 却遇见佛陀玻璃 把他引入窟内 窟内有四名金刚波瑞寺 寺内一宝庄严 一片光明灿烂 殿雨连延 楼阁无数 云窗密质 铃声交响 人物高大雄伟 为人间所有 最后法诏 拜见了端严书庙的 温书大师 还听了大师的词诗 劝他 勤修念佛法门 后来法诏 被逼离开此地 玻璃因此 劝他努力修行 将来必可见到 文殊菩萨 有以上事迹 可知 金刚窟的圣迹 当然是不可以 烦情来测度的 假如说玻璃法师 入金刚窟 就不复出 那必然是 诸圣化身无疑 全巧视线的感应了 后人有寄约 佛险 佛陀玻璃五天来 远取尊经大舞台 文书引入金刚窟 结明烟壁更不开 佛陀宣说此陀罗尼之音有 有一天 佛陀和他的常随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位大比丘 一万两千位大菩萨僧等 共同住在 摄位国的 奇数纪孤独园中 那时 三十三天 也就是刀立天 有位天子名 善助 与诸天子 共游于庭院楼阁之中 享受天上最好的 尊荣富贵 和诸天女歌舞作乐 快乐无比 过后不久 善助天子 在入夜时 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 善助天子从现在起 七天之后 寿命极尽 死后当转生于娑婆世界 并且连续七生 都是畜生身 吃各种污秽的食物 七生之后 再堕入地狱受苦 地狱爆满 才能转生人道 但是 要生于贫贱的家中 在母胎中就没有双眼 出生就是瞎子 当时善助天子听了 非常恐惧 忧愁万分 悲伤痛哭 于是立刻赶往 帝氏天宫 将以上实情 向帝氏天主禀报 帝氏天主听了心如道歌 极为难过 又感到无计可施 想来 唯有释迦如来 应正等觉可以救他 能使他逃过堕落 恶道的苦难 那时 帝氏就前往拜祭佛陀 祈求佛陀 开示救苦脱难之道 当时 如来顶上 立即放射 种种光芒 便照十方一切世界 随后又反射回来 绕佛陀三杂 方进入佛口而消失 这时佛陀才微笑地 告诉帝氏 天地 有陀罗尼名叫 如来佛顶尊圣 能使一切恶道 化为清净 能完全灭除 一切生死苦恼 也能完全解除 各种地狱 有人听到 一经耳闻 他先是所造一切 该堕地狱的恶业 都会一起消灭 并获得清净的身相 而且 不论转生到何处 都能清楚地记忆 而不会遗忘 从一佛土 至另一佛土 从一天界 至他天界 就是便利 三十三天 所生之处 人不会忘记 天地 若有人 寿命行将 临终的时候 只要有 虚余的时间 能意念 这陀罗尼神咒 也能延年益寿 病得 身口意清净 身无苦痛 随着他的福业 到处皆得 安稳快乐 受一切如来所照顾 一切天神 也时常 侍从畏护 并受他人尊敬 恶障消灭 一切菩萨 也都会 同心 庇护 天地 若是有人 能在 极为短暂的 时间内 虔诚 读诵 这陀罗尼 这个人 所有一切 地狱 畜生 以及 阎罗王界的 恶鬼等苦恶 都会 完全破除 消灭 殆尽 不会残留 一丝 罪报 诸佛的 清净 国土 及 诸天宫 一切 菩萨 所安住的 门境 都可以 随意 去入 不会 有任何的 障碍 当时 帝氏 听了 以上的 开示 立即 向佛陀 启请 说 世尊 唯愿 大慈 为众生 引说 延年 益寿之道 随后 佛陀 就为 帝氏 宣说 佛顶 尊圣 陀罗尼 以及 持送 此 陀罗尼 之种种 不可思议 之 殊胜 功德 当时 帝氏 依佛陀的 吩咐 将此 陀罗尼 授予 善助 天子 善助 依法 持送 才满 六天 六夜 即得 满足 一切 愿望 皆得 泄脱 一切 恶道 并得 安住 于 菩提 道 增 寿无量 因此 无限的 欢喜 不禁 大声的 赞叹 说 稀有如来 稀有的妙法 稀有的明确正宴 真是太难得了 果然令我获得 谢托 那时七日期满 帝氏 遵照佛陀的 辞命 协同 善助 天子 前往佛陀 坐前 献大 供养 如来 即为他 说法 又为他 受菩提 祭 善助 天子 受此果报 至原因 在过去 无量 阿生 奇节前 有一位 琵婆 师佛 当此佛 度化 世间 缘尽 就 半虐盘 于 相法中 有一位 波罗奈国中的 婆罗门 只生一子 就试试了 此孤儿 就依靠母亲 孤苦养大 长大后 以务农为生 因为家境 非常贫穷 他母亲 需到处 张罗食物 有一次 有一次 稍微晚一点 送食物到田中 他饥渴到生起 称恨心来 便埋怨道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还不送食物来 敖恶恨 恶恨恨地再三反复 便口出称惠之言 我母亲如今 连畜生都不如 我见猪 狗 狐狸 猕猴 芒蛇 乌鸦 旧鸟的畜生 养育儿子 是那么样的怜悯 令他们不曾饥渴 而且从来没有舍离片刻 为何我母亲 还不拿食物来 令我这样的饥渴 这样怀着怨恨不久之后 母亲得到了食物 就赶快拿到田中 并安慰他 使他欢喜 这样刚坐下来要进餐时 忽然在空中 见到一位毕之佛 以神通力 从南向北飞升空中 他见此情景 心声敬仰 就即刻起身来 双手合掌 投面恭敬鼎礼的 邀请降临 当时 辟之佛 接受了他的邀请 他欢喜 却要地 设了白毛之座 还献上鲜花 并把自己的食物 分出一部分来 供养此 辟之佛 饭后 辟之佛为他开示佛法 令他欢喜 由于此因缘 他过后有机会出家 还当上了维诺师 当时 有位婆罗门建造经社 以安置僧众 另外有一位施主 送很多酥油来 刚好有挂丹的僧人 也在寺中用餐 维诺师见到此情况 兴起 奸贪和称惠 还嫌挂丹僧烦乱 连酥油等美味 都不让他们吃 挂丹僧人问道 这是施主 布施供养 献钱的僧众呢 您为何收藏起来 而不给大家吃呢 维诺师 忽然恶性大发 还暴跳如雷地 喝则 辱骂僧众等说 为何不吃屎尿 而偏要找苏油呢 你们的眼都茫了 都瞎了 见到我把苏油 收藏起来了吗 以下为其因果关系 婆罗门子 善助天子 口出 慧恨之言 将畜生比母亲 招妻士做畜生身 做维诺时 口出污慧之言 夜报令他 常使污秽的食物 坚贪不令僧食 受地狱之苦 骂僧盲瞎 得五眼报 七百声中 常无眼睛 常处黑暗 受大苦恼 过去供养辟之佛 设作献花 恭敬不失食物 闻佛法 受天之福 经无数节 常受妙乐 辟之佛 飞升空中经过时 他发心仰望于空中 一心致敬 头面做礼 紧赖空中的神声 欲藻通知 他的果报 在中国以及日本 修持此咒者颇多 古来有诸多灵验 禅中客颂时 易用之 公元九二五年的夏天 日本发生大旱灾 日本天台宗的高僧 尊义大师 奉日皇之命 用此佛顶尊圣陀罗尼 其余 解除了全国的灾难 所以 朝野特别重视此 殊胜灵验之法门 根据尊圣陀罗尼 刘布远启记载 唐代宗于大历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七七六年 二月八日 特照令天下僧尼 日诵此咒二十一遍 现一个月内要背诵 于每年正月一日 记载承报 唐末五代秦 盛行建立精床 上面刻了此陀罗尼 现存者颇多 故知此咒乃无上法宝 世间稀有 神力广备 功德巍巍 果报难思 大有意于天下后世这也 旧祭方便 普及寒灵 清静诸趣 无过于此咒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